我給你一份增多點位置 Hello 各位好 我們是不是開始了呢 好的 那我們呢 各位好 我們今天就在這裡教大家做這個蓮花燈的 我們今天會介紹的蓮花燈是小版的 其實它裡面是用了膠杯的 有些朋友就之前已經在我們漢米這裡買了材料包 那就可以今天跟著去做 那如果你是未買材料的 那其實可以之後也買回 那就可以跟這段片去做就可以了 那我們今天教做這個是簡易版的 那還有為什麼我們今天會選這幾天來教做蓮花燈呢 那是因為呢 Kerry你好 Hi 你都可以來教 那其實因為呢 如果大家知道的話 其實接下來4月30日呢 就是佛彈的 那因為疫情的影響 那今年有很多這個佛彈的活動呢 其實都是取消了又或者是要等 有些人就說延期去到下個月才做的 那但是我們覺得呢 佛彈這些事情呢 不是一定要去外面的 那其實佛彈我們可能在這裡 林太子佛的時候 其實都是想去洗滴我們自己的身心 過去的一些可能自己知道的一些雜氣啊 希望透過知道 適達多太子當日出生 後來成為佛陀 那我們希望呢 好像洗心革練那樣 那樣去 回到自己的當下 那就是去 去重新這一年開始 那我就要 依佛陀的教導去 好好地去學佛了 那樣的 Hello Jackie 你好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教大家做這個蓮花燈 那其實我們這個蓮花燈呢 是來自於韓國的啦 那可能比較多些會見到的 是六吋的蓮花燈 那在韓國通常你在佛彈的時候 就差不多每個寺院都會叫他們的訊號啊 裡面的真眾願 他們全部都會一起做蓮花燈 那其實那個意思呢 就是一會兒你們會見到 在做蓮花燈的當下 其實他們一般會是建議禁雨啦 唸佛號啦 或者是持走的 那其實寓意著在做燈的時候呢 就好像是懺悔往年 去年的時候 那我有沒有一些事情是因為自己的貪心痴萬義 或者一些不好的習慣 我是想戒掉他的呢 那很多時候的事情發生呢 就孤掌難寧啦 那不是說一定是 只是外圍的因素的 那為什麼有時候有些事情 看不到別人的 但是發生我身上會塌著我呢 那所以其實 不多不少我們自己 都會有少少因緣 放進去 那件事裡 才會有個果出來的 那所以我們通常呢 就是藉著做蓮花燈 或者靜心的過程呢 就是看一下 有些什麼是從我自己本身這裡 在這裡呢 我是可以改善的 那所以在做燈的時候 我們多數會這樣 是 啊好 那我們今天呢 都是第一次做一個這麼長的Live 那所以今天是用了不同的設備的 那如果我們有同事呢 都會在這裡呢 是提醒我 要做些什麼 那他們剛剛跟我說 是要大聲一點的 那如果呢 那如果呢 在看著的朋友呢 我都看到有很多人在看著的 那如果你們有問題呢 都可以儘管呢 寫在留言那裡 那裡 那我們會有同事 一邊可以跟我說的 那我都想問一下 那現在看著的朋友 有幾多人是未做過 是刻意點進來是學的 如果有這些朋友麻煩呢 就在留言那裡寫個一字給我 那我可能就可以解釋得清楚些 那如果你是在做的期間 有些步驟想我再去做多一次 再重複給大家看的呢 那都可以直接在留言那裡寫給我 那因為我們是Live 我們現在看禮其實就是廢門 但是你可以在門口那裡 那所以你可能偶爾都會聽到 我們一些打單聲啊 換鐘聲啊 那這樣就請見諒了 那好吧 那剛才說到就是說 做蓮花燈的 在韓國的傳統 那其實他們除了是撕花瓣的時候 他們是會去想想自己過去 往式所做豬樂業之後 那其實在貼燈的時候 就是發怨的 那最後的時候其實就是說 我們學佛有時候很多時候 就是不是說我聽了一些道理 就是去說回 就是可能這句簡直就是 說我的弟弟啦 經常這麼自我這麼執著 不是拿來說別人的 那反而是 我學了些東西了 我自己洗心靠面了 我自己慢慢改 原來我們慢慢改 之後就會有得香 那意思類似是說 我不用告訴別人 人家自然就見到我的改善 那他見到我慢慢改好 那他可能都會因為這樣 而他想跟我一起去學佛的 那所以在做燈的過程呢 就發怨啦 那也都是象徵著 我做了這盞燈之後呢 我都會繼續去 越做越好自己 那等身邊的人 就見到我 好像一朵蓮花那樣樣樣 他見到就已經很想 好像我這麼莊嚴啦 那其他東西 我們就一陣子一路做燈的時候 如果你有問題 可以我們慢慢再和你介紹 那我們現在先開始 那在做蓮花燈的時候 我們今天是做一個簡單版 那是這一隻用膠杯 用膠杯做的 那其實呢 總共我們是會做三層 這裏總共有三層的花瓣 一層的葉的 那每一層的花瓣呢 我們其實呢 是會做六塊 那所以其實總共只需要用到 十八塊花瓣 和呢 是四片葉的 是啦 是四片葉就OK的了 那首先呢 我們要剃燈之前呢 就是要做花瓣啦 那呢 在韓國原裝入口呢 那些花瓣會是好像這樣 一大疊 你不要看它呢 細細疊 這樣 其實裏面呢 已經是有三十幾張的花瓣在裏面的了 那我們今天呢 可能 沒有辦法 在現場教大家 但是我們會很近距離這樣 示範給你看 那如果有些很細緻的動作呢 日後你 我們開舖你都可以上來 再 我們近距離再示範給你看 都OK的 那我們首先呢 棉花花瓣呢 通常我們 如果你是買了材料的 都是一隻色的 那你又不用覺得呢 啊 只有一隻色好像很單調啊 那其實你就算 只有一疊花瓣呢 都有很多變化的 譬如呢 你可以可以 好像我們這一盞傳統的 全部是用 顏色的這邊呢 做一下那個竿啦 那又或者呢 你可以呢 調回頭 我一會兒會教大家 撕花瓣 在未教之前 就不要亂碰些花瓣先喔 因為呢 它們呢 一張很薄 很容易受潮的 變成你碰得多 或者撕得不好呢 它就很容易已經會沒了 這樣 那呢 你可以很傳統的 用回顏色做叮叮啦 也可以呢 一會兒我教你怎麼做啦 那就 用白色這邊做叮都可以的 那所以呢 有時候有些朋友 就算是一疊的花瓣呢 他都可以組到 不同 pattern 的 不同顏色的棉花 那譬如可能他 第一層 他不用顏色的叮叮 他用白色的做叮 就好像一個花蕊一樣 那也都有人喜歡 是中間用紅色 旁邊才用白色 來做襯托都OK的 那如果第一次做 你不想搞到自己這麼混亂的 那我會建議你 一會兒就跟我們全部用紅色 我大概告訴你 其實都可以有很多變化 那我呢 首先呢 就教一下大家 怎樣去撕花瓣 那你買回來的時候呢 花瓣呢 其實是會這樣 那你說 我是不是一定要來看你這裡買呢 都不是的 如果日後呢 那個關開了 其實你可以去到 那首爾呢 其實在這個叫做曹溪寺 前面呢 有一條街呢 就全部都是買佛具的 那他們的確是有很多這些蓮花的顏色的 那我們就因為 現在很少過去 就固定寄過來 所以我們就 只是固定有八隻顏色的 那其實它還會有一些 全章是一樣的顏色 實色的 那是給別人自由配搭 因為在韓國呢 其實我們這一隻 膠杯呢 真的超細的了 那他們呢 其實是 最細是六吋 我們一會兒可以 找同事拿個六吋來看一看 那那個是對他們來說 已經是最細的了 因為呢 其實在韓國呢 他們通常這些的 謝謝 這些蓮花燈呢 都是會做好了之後 會在下面呢 會掉塊牌的 祝願的牌的 好像點燈那樣 那樣 然後就會掛在寺院的頂上 那你可以想像一下 那麽六吋的燈 掛上去的大紅寶墊呢 其實都是超細 好像乒乓球那樣 那所以其實在韓國來說呢 他們都只是算是最細的尺寸 還會有八吋、十二吋、二十四吋 那所以他們就會用很多不同的顏色呢 去做配搭啦 甚至乎在上面呢 就拼標籤那樣的 是 好 好 那這個就是 如果你有興趣是做六吋這個 其實在我們的網站 甚至乎在今天我們這個 Live的Description那裡 我們都有條YouTube的link 那其實你跟著它去做就可以了 那一個是一個八分鐘的示範來的 那因為中間其實都會是牽涉到 是 披花瓣啦 扭花瓣啦 和黏花瓣 那那些的動作其實是重複的 四十八次重複的 那所以我們那些就省略了 那變成那些位置你Pause了 繼續跟著就可以了 甚至乎可能其實呢 那些就花瓣的方法呢 無論你是做膠杯的 做六吋的 甚至乎是明天那支支裝的 其實都是這樣做法 你都可以refer回 YouTube那個片段呢 你其實就可以看到 近距離看到 那個花瓣的做法的啦 是啦 那好 我們先開始呢 教大家怎樣 將那些花瓣 從這一個 這一疊的花瓣那裏撕出來先 那你就會見到呢 你那個花瓣呢 這樣實在的裡面呢 是有很多的 那我們通常呢 就會建議用指腹這個位啦 即是手指 肥肥的這個位呢 就在花瓣的中間 這裡掃 那你其實一掃的時候呢 已經會有花瓣跟著你的手指 我們呢 就會輕輕這樣黏它出來 其實就會拿得起來了 那為什麼會用這樣的方法呢 因為其實一陣間呢 我們做花瓣的時候 那個花瓣夠不夠脹膨膨呢 其實就好看我們怎樣 虐待這一張花瓣的 譬如如果我們是很暴力地扯它 又或者呢 我們可能選擇是在角落頭那裏撕它呢 那它呢 現在就會是被我們扯闊了的 即是整張那個字呢 它是會闊了 比起原本的那個尺寸呢 是會闊了的 那又變了它會扁一些 那做出來的那個花瓣 它就不會這麼脹膨膨的 那我見到又多了一些朋友進來的 所以看一下呢 如果你是特意今天是特意進來 是學年花燈的 請你在個留言那裏呢 打個一字 讓我知道是來上課的朋友 Hello 你好阿John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來做這個交杯的 請你打個一字 那我可以知道我們第一次學的朋友 有在那裏的 那我知道我會看緊一點 那如果你們有問題 我會立刻去解答這樣 那樣的 好 那我們剛才示範了 那會用紙幅 在這個蓮花的花瓣 中間這個位置 將一張紙呢 就是輕輕這樣這樣 黏出來 那整張就已經起了了 那可以看到呢 其實每一張花瓣呢 它都是很薄 是透光的 是的 那我們一會兒就會需要 18張這樣的花瓣 那我們就可以如是者 就是這樣撕花瓣 那剛才有說過 就千萬不要在角落頭這裏 Hello Edith 你是特意進來學的 那你有沒有材料在家的 如果沒有材料在家的朋友呢 可以在之後呢 跟我們訂回來 那跟著呢 跟回這段片學就可以了 那呢 因為如果你在旁邊角落頭這裏 這樣扯呢 是會將一張花瓣呢 整圍了的 那還有我們在中間 用紙幅輕輕黏起它呢 其實最主要就是 希望不要影響到這些坑紋的紋路 希望盡量是保持它的圓形 那樣的 好了 那我們現在呢 就可以一起去數18塊這個花瓣了 一張 兩張 三 我可能做得快些 但是你千萬不要氣餒 因為我已經做了幾千坑的啦 如果你第一次都已經好像我數得那麼快的話 那我今天不應該在這裏開LIFE的 那你們可以慢慢弄 那我就一邊可以呢 看看一些留言 有沒有人我們可以 是需要輔助的 那在你掃了這些花瓣出來之後呢 你可以考慮一下的 我都是 不挑戰那麼多啦 我就 今天教我是顏色向上的 我就全盞燈的花瓣都是顏色向上啦 那你就可以就這樣 複述一次看一下 複計多一次 是不是真的十八塊 好 現在按三 四 五 六 那或者如果你覺得不是我想挑戰一下自己 我第一行我想是白色的 那你就就可能呢 就將那幾疊的花瓣分三疊 因為我們一會兒總共會做三層的 那我第一層我要做白色的 那我自己分清楚一點 又不會說重複數 要數好多次十八塊這樣 這裡四塊 五 六 那我還差一疊啦 全部是三 三 四 五 六 那其實我們的材料 如果是説花瓣呢 這裡就已經準備好了 那至於熱的部份呢 今天我自己就準備了一些青色的 可能有大部分的朋友可能是拿了綠色 我們這些叫漸變色 又或者其實傳統來說他們是用這些實色的綠色 其實沒所謂的 因為其實你將來做得多 甚至乎你說我用紫色來做葉 你用其他的顏色用白色來做葉 其實都是沒問題的 如果你有機會去到韓國 因為其實以前韓國佛誕前的一個星期 他們都會有一個叫做Lotus Lantern Festival 我經常都覺得韓國應該找我們做觀光局的推介 其實他們每年在佛誕前一個星期 就整個韓國不同地方都會做Lotus Lantern Festival 其實他們的中文名是燃燈節 燃燒的燃 花燈的燈 燃燈節 每一個字院不論他們是甚麼派系 都會做自己的花燈 連花燈 甚麼燈都有了 然後他們會一起 好像在剛剛所說的曹溪子前面那條街 就做一個Parade 那些好像是蓮花燈的巡遊 然後每個團體 他們去到曹溪子的時候 都會走進去曹溪子 以他們的宗派的形式 在佛誕的時候做他們應該要做儀式 譬如那個中派是練金剛經的 他們就走進去練一拳金剛經 然後就會繞出來 加入那條隊伍 有些可能去到打坐 有些可能只是進去三敗 總之他在外面一條大街 就會有人一直在Parade 在巡遊 不同的中派或個別人士 想進去曹溪子去禮佛 那你可以轉一轉進去 然後出來可以跟回那條大隊 那是很好玩的 第二天 日後 這條街 整條街都會封了 亦都是不同的寺院道場 他們就會有不同的攤位 接著就是介紹他們自己的道場 甚至乎是可以即場坐下 去學做蓮花燈 所以如果日後有機會 我都很建議在佛誕之前 去韓國玩一下 還有為什麼會在佛誕前一個星期呢 他們就是想在佛誕前一個星期 所有人放下他們不同頭派的成見 或者放下他們自己的忙碌 大家一起團結起來 去推廣佛教 到佛誕正式那一天 大家各自自己 像香港那樣做佛誕 但每個人都各自為政 在自己的道場要做自己的事 但是他們覺得佛誕整個團體 亦都應該一起做些事 所以他們就規定了佛誕前一個星期 所有的道場一起做一件事 接著到佛誕的時候 他們就自己回到自己的道場做自己的事 這樣 好 我們另外葉 所以就好像剛才說 青色可以 深綠色可以 全個是綠色的 都沒有問題 那就可以數了四塊先 因為一會兒我們就會用到白膠漿 那你在用白膠漿的時候 就一次過做 不用說中間停下停下這樣 好了 那就數了四塊 不知大家數花瓣 其實我剛才說這麼多 是想著給如果是正在做的朋友 可以順手數自己的花瓣 不知如果是 有沒有人跟我現在是一起做的 如果是一起做的 可以打個二字給我 那如果你已經是 對了 如果我知道你是跟我正在做的 我可能有時候會等你 好 好的 那我呢 因為這段片 我們都想著之後 會分享給大家看 那我中間就不等太久了 那如果你有需要 你是之後重複再看的 有需要你還未數好方法的 你可以 按一按 pause 暫停 那一會兒再開始 那還有呢 就算這段片 我們拍完直播之後 你有問題 你都可以照在 留言那裡寫下 那我們都會繼續回覆回來 這樣的 好了 那我們呢 現在就開始是要黏一下了 那要用到的 物資呢 就是會需要用到 白膠漿 還有一枝掃的 那白膠漿呢 我們都有講究過 那就不要隨便 在這12元店買 那些白膠漿 因為它通常會拌了很多水 那剛才都有講過 我們這些年花燈的紙 是非常之薄的 變成它如果濕水濕得多 它就會很容易煤 甚至乎 其實它這些顏色呢 很多都是手工燃料的 變成如果太多水分的話 它會化了 會好像掉色 那樣就不好看了 那所以呢 我們通常都會買一些 那個濃度比較高一點的白膠漿 譬如可能你是在文具店那裡 它會有一些木工用那些 又或者美國那些牛頭牌 那我們自己呢 就直接去五金店 買一隻叫虎頭牌 是連木地板都是用這個來貼的 那它那個濃度就很好 那但是就建議每次你拌出來的時候 不要拌太多 因為它就會很快整個都乾了 硬了 那這樣就很難用了 那這樣 那可以每次我們自己都是用 這個是蘇油粒的那個托 那我們就用這個托 來去裝著白膠漿 那其實每次都是用少少 到沒有的時候 才再加上這樣 那好了 我們首先呢 就可以做了些葉 另外要提一提 就是有時候 那些蓮花花瓣呢 它會數數一下 通常新的一張 數到第二、三張的時候 它會有一張 顏色比較深一點 和透光度沒有那麼厲害的紙 那那張是底紙來的 可以不要 我們不會用那張來做花瓣 那好了 那我們就開始來做這個蓮花燈 那剛才有說過 我們其實就是想維持住 這些坑紋呢 是它的凹凸 不會壓扁了 或者是拉闊了 那所以我們做每一個花瓣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看一看張花瓣 是不是所有的坑紋都是很平順的 會不會是因為我剛才在擺放不好 又或者是撕的時候撕得不好呢 令到它有些凹凸凸凸的 如果有的話 其實你用手指甲呢 這樣梳一梳它的紋路呢 那就可以了 那當我們梳好了之後呢 就可以開始做這個蓮花了 那我們呢 首先呢 其實呢 我們就有少少少少一些拉閘 想將它們呢 全部呢 是夾點 夾回一起 這樣夾整齊的 那但是你又不需要說 逐格逐格這樣去對 那我們通常其實好像用陰力呢 占折了 將兩邊花瓣結合 結合 結合 一路往整 推 這樣就可以了 那你可能會看到,其實我呢,都是沒有說呢,眼睛要堆到好近,將它們拼得好近 還有呢,我是會前後呢,頭尾這邊呢,我是會故意不太執著,去弄到它拼了 其實因為呢,我們要下白膠章之前呢,我們都會用手指,將它這樣摺起來了 那你如果什麼為之好呢,就是你摺起來了之後呢,所有的紋路都還是很順的 對啦,沒有歪零歪秤啊,也都沒有重疊的,這樣其實就是為之一塊做得好的花瓣了 那麼我們結合了之後呢,就是要塗白膠章了 那麼塗白膠章呢,你可以好像剛才我們準備了那一枝掃,剪少少白膠章 那麼塗在這個頭那裡,那其實少少都可以的了 然後呢,就是去轉這個扭這個蓮花板了 那麼呢,我們會一隻手做扭啦,這隻手呢,是輕輕拿著 千萬不要很緊張呢,就將它按扁它啦 因為有時候有些人很緊張呢,就將這一個花瓣呢 但是你按呢,變了這裏就會有個手指印的了 我們為什麼要這樣扶著你一塊蓮花花瓣呢? 就是呢,我轉給大家看,就是如果我扶著轉呢 它整個花瓣出來呢,會好像一隻船仔那樣的 兩邊是平均的 但是如果我不扶著的話 它其中有一邊呢,就會是船了進去那個花瓣中間 另一邊呢,就會船了出街,變了它就不平均的了 那所以我們記得呢,就是一隻手扶著在這個位置 一隻手呢,就做扭 好,大概扭五至六下左右呢 其實它就已經成了形了啦 當它成了形之後呢,我們就可以放在一邊啦 那就等它乾的啦 那如是者,我們的十八塊花瓣,和我們四片的葉呢 都是這樣做 剛才有提過啦,在韓國呢 他們這個時候呢,就會是靜心去數呼吸啦 唸佛號啦、持咒啦 甚至乎好像剛才所說的 去想回啊,我過去一年 有沒有些是自己方面形成的壞習慣 我自己方面我可以改過先呢 例如我講來講,它都說指時前要睡覺 11點前要睡覺 為何每次搞搞下都一點呢 會不會想到有些什麽原因是基於自己的原因 有些什麽對策可以解決呢 這樣呢? 所以在做年花燈的時候,就好像一個反思的過程 這樣啦 那也都順手介紹一下 我背後呢,每15分鐘呢 會有一個鐘聲響起的 那因為其實我們都有 這個是一個梅村的傳承來的 那在梅村呢,他們在山上面,或者在禅修營呢 每隔15分鐘,或者是有不同活動的時候呢 就會有些鐘聲 那總之不論它是什麽東西的鐘聲 你每次聽到鐘聲呢 我們都會停下來 跟著深呼吸三口氣 那作用是什麽呢? 我們初時去呢,我就都覺得 那麽搞笑的 好像小時候小色呢 跟朋友在玩一二三紅綠燈那樣 後來就甚至乎有人會覺得很煩啊 即是可能是在吃飯 咬著那個豆腐咬著一半 他又是要停啊 那後來呢 我現在特意講故事 又是因為知道大家又要做十八塊花飯 那我做得快些 所以我可以說一陣子才這樣 那後來呢,就有一次有一個禅宗呢 就問法師,為什麽要這樣啊? 我剛剛去洗手間在吃飯 要我停呼吸三分鐘 三下 其實的確是好像有點不方便啊 那跟著法師就回應他的方法 就是說 我們有幾多陣子 人生當中遇到的事 尤其是是無常的事 是你在預計當中 是你不會覺得很麻煩的 那原來 你不要笑這個中心 這一三下的深呼吸 原來他就是去訓練我們 在遇到無常的時候 怎麽樣都可以回到自己的中心 怎麽樣都可以不讓這件事牽引到 而回到當下 甚至乎好像一個check-in 通常我們呢 好像我現在在開Live 剛才我不是那三下呼吸 我都不覺得 咦?我好像開始說話 又小聲了 和我開始急了 又或者有時候 和人在說話 面紅耳熱了 原來這三個的中心 可以幫到我 不是約他出來 罪疚 為什麽變了吵架 又或者 為什麽我今天這麽激動 所以這三下的呼吸 其實很幫到我們的身 和心 黏在一起 問一下自己 你飄了去哪裏 所以好像是很簡單的一件事 但是如果辭之以恆 有時候是無端端 尤其是現在 這幾個月 我們面對疫情 很多時候 明天又延多14天的限聚令 我一陣間又不知什麽 我們立刻要很多的對策 去做 譬如我們這些班 要無限期去退 我們怎樣去處理很多事情 都其實是很需要我們的定力 是回來 接著是去對事情 而不去生那麽多情緒 因爲其實情緒 根本幫不到我們去處理任何一件事 是的 那好 我就和大家一起 繼續去做這個花反 那看一下有沒有人在做生反 是有問題 或者是做不到的呢 可以告訴我們 我做了這一段 做完這一段 我再試探多一次先 那記得呢 就一隻手做符 一隻手做扭 好 還有呢 我們這個丁丁呢 盡量就不要說呢 要太長 因爲如果你那個丁丁太長 變相那個花反呢 有一半是被你拿來做那個丁丁呢 那個花反的尖呢 那它又是會縮短了它的長度 那它又是沒有那麽拱 沒有那麽靚的了 好 那我就再拿多一塊花反 近距離再示範多一次給大家看 那首先呢 我們做每一塊花反之前 用手指甲 將它梳一梳你先 確定它們全部是直的 沒有坑紋和沒有凹凸 那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呢 輕輕地結起來了 其實左右左右這樣結起來 可能這個角度你更容易見到 你可以看我左手 這就是左手的動作 其實你見到我是有少少開合的 那我每次開的時候 把這個瓶碎拿過來 然後呢 倒過來之後就結了 開的時候再倒過來 再倒過來 再倒過來 倒過來 沒有位置倒的時候呢 把它滑回底 這樣結起來就可以了 那麼我們呢 那個膠水呢 可以是用 剛才所講的 白膠漿這樣用筆碰 就可以了 又或者你再冷些 就这样中它迈去都可以的 接着就是一只手做扭 一只手做托住 记得托住那只手不要大力捏到花饭那里 否则花饭就会扁了 扭四五六下左右 它这里确定了 我们就可以放在一边等它干的了 于是这我们就可以继续做了 那另外呢 其实譬如可能为什么会是做莲花灯 那一般人就会 当然是阿弥陀经里面 都经常说到 《七宝慈》里面 就有八公得水 上面又有很多莲花 青色青光 白色白光 黄色黄光 那这个是一个 那也都看到很多佛菩萨 都是坐在莲花上面的 那其实呢 我都听过很多不同的老师说 我觉得每个都 是帮助到我 什么为之是佛教当中莲花的代表 那通常问这些 不是学佛的人 都会说 陶淵明 出于污泥而不现 那这个的确实是莲花的特质 那但是我有听过呢 一个是一行善私的 又是一行善私的说法 那他就说 如果你将莲子 甚至乎是莲藕 放在很干净的水里面呢 它是生不出莲花的 那它一定要是放在污泥里面呢 它才可以变到莲花 那其实它的寓意就是说呢 我们有时候生活的环境 如果没有suffering的话 其实污泥就好像我们的环境 如果不是有些 骚髒啊 有些 我们自己不是很喜欢的东西呢 其实呢 我们是没有养分 是转化 也都没有养分去成长 通常就是 好像活到我们这些年纪的人呢 通常如果你回忆回 通常呢 顺风顺水那几年 你在灵性上 或者是对人生的看法呢 没有太大的刺激的 只是可能慢慢去煮剧啊 之类那些 通常都是要遇到些 可能家里真的有人走了啊 有些意外啊 在财政上有困难啊 那些位呢 我们才会很深刻去反省自己的 而通常那一堂呢 都会是比较黑骨命心一点 整世记住这样的 那所以有时究竟有 这些所谓的苦难 或者不太好的事发生 究竟是好事还是不好事呢 都真的要好看那个个人 怎样去看这一堆泥了 它究竟是一堆污泥呢 还是帮我转化成为我 变了一朵莲花的养分呢 那还有呢 他们就说 你看到很多的佛菩萨 都是坐在莲花上面 他就是说 原来还有一个寓意就是说 佛菩萨 他们放得自己很轻 他们很无我啊 所以他们呢 就算坐在莲花上面呢 莲花都不会残了 都不会被他坐扁了 就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这样的意思 有没有朋友在做个花反的时候 有遇到问题 是需要我去再做示范的 如果需要我那个花反再做示范的 麻烦打个三字呢 是的 如果需要 现在是一起上童 看到那个花反不太懂得做 需要再做的 可以打个三字 另外呢 我开始手上都有一些白胶漿 那就劝君呢 不要用这个湿指巾去抹手 因为你一用那个湿指巾呢 你的手的湿度又是相对提高 接着你呢 再摸你的棉花的花反呢 那它又会受潮 又是会容易些会淋字字的 好 那我们呢 这里就再示范多一次 那怎么样处理手上的白胶漿呢 好似小时候这样玩 摆下一些脑泥 又可以去死皮 其实是挺好的 是的 可以放在一边 那待会我们一起做清洁就好了 那你的手又可以保持干爽 那其实还有呢 我們有時做得多蓮花燈 如果你想快 其實手上有少少白膠漿留下來 沒所謂的 變成你不用經常點 其實手上的白膠漿 可能已經足夠你 去再扭多一塊花粉也未成功 好了,那剛才說到 如果你要做花粉的時候 先檢查一下兩邊 我們的蓮花 有沒有是 花粉是否全部順的 如果有些位置 那顆粒粉沒有那麼明顯 可以用手指甲 輕輕疏它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將它推 留意一下我兩隻手指的配合 一隻手做推 一隻手結合它 結合它之後 頭尾將它結合 結合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可以用你的方法 可以用筆塗一點白膠漿 可以直接把蓮花的頭 放進白膠漿裡 然後一隻手做扭 一隻手扶著 記得扶著那隻手 不要太大力 然後把蓮花按下去 然後扭四至五下左右 它就已經成形 成形的意思是 它就像一個船仔一樣 是兜兜的 然後兩邊都平均 不會有一邊捲進去 是的 那我有時上課會見到 那些朋友呢 可能是扭得太多 變了那塊花瓣呢 是會兩邊的邊都捲進去 當你如果見到自己那塊花瓣呢 是捲進去的話呢 那就證明你那個扭的次數太多 它就即是已經 讓我拿這一張來做示範了 你扭得太多的話 是的 它就會變成這樣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兩邊呢 這兩邊呢 都會是很捲進去 跟剛才這個 比較放鬆的狀態呢 是有少少不同的 所以呢 總之 結論就是 不用扭太多 不要令這兩邊的花瓣呢 捲進去就可以的了 那我們可以繼續做啦 那如果你有其他的問題 都可以在留言裡寫給我們 那其實如果平時呢 如果不是因為這個疫情呢 其實我知道香港都有一兩間韓國的道場 那其實他們都會有活動 就是可以上去他們的道場那裡 是去做蓮花燈的 那還有這個 他們那裡通常都會幾好呢 就是可以歡迎一家大小上去 那我們這邊以前呢 都有小朋友都會上來 一起做蓮花燈 那小朋友可能他專注力沒有那麼強呢 就未必可能做得了一盞 那變成可能可以在一些親子活動 就是可能是父母負責柳花燈 他負責爬白膠章 就是總之大家分工合作 那樣樣樣樣 那又可以讓他知道 可能佛誕究竟真正的意思是怎樣啦 那另外呢 那另外呢 我們明天都會還有一節呢 是教大家用枝莊的 就是做出來好像是一枝枝的花那樣樣樣的 那其實那一枝花呢 都是我想當年去韓國的延登節 就是剛才跟大家說過 Lotus Lantern Festival的時候呢 坐下學的 那他們都挺有趣的 因為其實韓國呢 他們這幾年都 有Tempo Stay 就是你可以去寺院裡住 有些去學煮齋菜啊 有些去學打功夫啊 那些這樣嘛 那他們呢 就因為那個延登節呢 很多時候 其實他們有些像香港的搶包山 都有些少少是 我聽到中聲 所以我會 我因為有時候呢 在韓禮這裡有客人上來 我又沒有理由 他又不知道的嘛 我又沒有理由 無端端停了三下氣 所以我通常是 自己會抖一抖 然後吸一口氣 就是好過沒有那樣的意思 那好啦 回回剛才韓國那邊呢 他們就是呢 因為很多外國的人 都會去參加這個Tempo Stay 那他們都會自動留下呢 在延登節的時候 是去做這個 教練花燈的義工 那樣 因為其實 他們那個延登節的活動 都有點像香港的搶包山那樣 是都 你見到我有時候呢 不是一直查白膠章的 就是我手上有成餘的白膠章 變成我可以在這裡重複用 那樣 那他們都很宣傳這個 這個燃燈節的 那所以其實他們每年都會有很多海外的人呢 是去到去參觀這個活動 那所以他們都需要很多大量的 懂得講英文啦 或者其他語言的義工 留下呢 是去幫他們去教做連花燈 那去到那裡呢 你可以學到很多種不同的連花燈 杯裝啦 啊 枝裝啦 其實呢 你學懂了之後呢 你都不是說一定要困著 只是用這些材料的 他們在韓國可能是用紙杯啦 刺紙筒啦 甚至乎有時候 就只是這個的花瓣 他們已經可能可以在碑布板上面去砌花 那樣都有的 好啦 我已經做完最後那四塊了 那現在做完這四塊的葉啦 大家的進度怎樣呢 如果是翻看的朋友追不及的話 可以停一停先 即是可以暫停這個視頻 跟著做完之後才play 這樣都可以的 其實我們這裏呢 應該是由八年前就開始教這個連花燈啦 那當時呢 我們都是以教六吋的為主 這幾年呢 就真是 不好意思啊 我家自己 如果熟我們的朋友 就知道我以前教連花燈 都是會和我媽媽 即是丁丁呢 是一起去教的 那他這幾年因為 腦退化的原因呢 我都多了在家裡照顧他 那所以都少教了很多 那今次今年想著 啊 家裡穩定一點啦 有人照顧到丁丁 那想著又有疫情啊 那我就覺得 嗯 既然發了這個願 要教人做連花燈 那就不要讓他停 我們嘗試用這個online的方法啦 那如果你online這個方法 做完都是還有問題的話呢 我們現在門口是還ok 都可以在門口交收 我可以在門口做示範 那跟著現在呢 你都看到我手上都有一些白膠漿了 那我就就這樣 就這樣 就這樣 因為呢 太黏黏黏的滑 一會兒我們黏花反的時候呢 又怕那個手上的膠水呢 會黏住那些花反 那就影響自己做的彈燈了 那我推一邊 那就好啦 那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是黏那個燈了 那如果有時候呢 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很好心的 他除了做來可能是給自己家人用之外呢 他可能是當佛誕送給朋友 一次過要做很多 那你說哇 我們現在這樣做都做了九個字 雖然我說了很多 那其實你可以分幾天做的 譬如一天是全部扭花反 這樣 然後第二天才是組裝 這樣都可以 那在未黏之前呢 我也想多教大家一個小技巧的 那就是有時候可能你想把那個花燈呢 想掛起 那怎樣可以把那個 線呢 可以穿到膠杯那裏呢 那有時候你來到漢禮 你都見到我們那個天花板呢 都會掉了少少燈在那裏 那怎樣做呢 因為如果這些膠杯呢 你直接去轉它 它會爆的 那呢 我們呢 可以拿一個蠟燭啦 然後呢 就拿一個螺絲批 那樣樣樣的物體 或者是一些尖的都可以的 那你先拿一拿它 拿一拿那支螺絲批 那然後呢 在它 一個地方 未夠熱 那你拿完它之後 那在杯那裏呢 它會慢慢融的 那你可能要做多幾次 還有我這個可能現在未夠熱 你燒熱了它之後 然後在那裏就這樣轉呢 其實它的膠就會慢慢融啦 那你等它乾了又硬了 那你等它乾了又硬了的時候呢 就先穿這兩條繩 那然後就很簡單的綁個連仔在那裏呢 那就可以的了 那你可能是要在做燈之前已經做這個動作先 然後呢 然後呢 砌好花粉 然後呢 你才去綁這條繩呢 就會很容易會弄歪了那些花粉 那就是這樣 那好了 那我們呢 就可以開始呢 去組裝這個蓮花燈了 好的 那如果剛剛才進來的朋友呢 我們今天是在教做這一盞的膠的膠的 膠的蓮花 那這個呢 總共是需要用到十八塊花瓣 和四塊葉的 那可以之後重溫那個片段 和我們明天呢 會教肢裝的蓮花 如果你是買了材料包 今天特意上來去看這個片段的 麻煩在留言那裏留下一個一字 就算你是重溫的都可以打 那我會是留意這個post 見到如果你們有留言的話呢 我會是再看回 你有問題的你可以繼續寫回 那有需要的話 我可以再拍照或者短片呢 是去寄給你都ok的 好了 那我們就開始講一下 怎樣去組裝這個蓮花 那我們呢 會是由上做到下面的 由上而下這樣做的 那第一層呢 我們需要六塊的花瓣 第二層都是六塊 第三層都是六塊 那所以第一層呢 我們很需要是定了它那個位置 它的行距 那如果不是呢 一陣間第二層和第三層呢 就會跟著它那個行距錯下去 或者是整齊下去的 那所以我們通常第一層會比較小心一點 那呢 就順手就講一下呢 我們怎樣塗白膠漿呢 那我們呢 我們呢 由開始的時候都一直很強調 我們想呢 保持著這個蓮花的花瓣呢 它的紋路是整齊的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我們都會盡量呢 不會弄弄它的 或者弄闊它的 所以我們在塗白膠漿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是這樣這樣 由上而下這樣塗啦 是啦 就這樣由上而下這樣塗啦 就不會 不會啊 不會啊 不會這樣打橫塗 因為你打橫塗的時候 它的白膠漿就會幫你 撒闊了那塊花瓣的了 那份量不用太多 尤其是如果你未必買到 那麼濃的白膠漿呢 這裏塗太多呢 整張紙呢 它們會慢慢滲透 令到整張紙會霉了的 那其實大概呢 份量是這麼多就OK啦 在底部那裏 首先不塗均勻 其實沒什麼問題的 其實我們最主要是 要把花瓣貼上去 那個棉花燈那裏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呢 貼的位置呢 如果你是用這隻膠杯呢 那我們呢 大家會見到 這個杯那裏有個S字的 我們會貼在這個S字 吐仔這個位置 其實點定那個高度呢 其實都是 如果以後不是用這隻膠杯 點定那個高度呢 其實很簡單 你可以先拿兩張已經扭好的花瓣 那為什麼我們說S字形呢 我通常就會是這樣對著的 即是兩塊花瓣對著 那就留一點空間 因為尤其是如果買了套裝的朋友呢 它有個家構是一個電子的假LED蠟燭 那你最後呢是可以把那個蠟燭 放進去裡面的 那如果你呢 弄到它太密的 譬如你是弄到這樣 變成你便要拿開些花瓣 再放那個蠟燭下去 那那個燈就會容易些殘 那所以我們會留一點空間呢 讓那個蠟燭 放一點位置讓它卡進去 那就OK的了 那所以呢 其實第一行的高度是怎樣去決定呢 其實就是說 如果你是不用燈的 那你變成你想做它一個花瓣形的 你便放高一點 令到那個花的 兩邊的花瓣是碰到 那其實它做出來就會像一個 含包袋放 剛剛要開未開的花瓣 如果你想一盞燈是開一點的 那你就自己調那個高度 嗯我想它微微張開 微微開的一個棉花 那你便可以看一個杯 又或者拿一支筆 畫一個高度 那你那個第一行 就是以這個高度去進行就可以了 甚至乎你想那盞燈開得很厲害的 是聖方鐘的 那其實都可以的 所以你可以拿兩片已經扭好的花瓣去衡量 那我們通常就會擺 做你一個剛剛開的年花 因為都覺得自己 還在學著 有很多進步空間 我想 我好像寓意著自己是剛剛 學懂了少少 還有其實這個形狀應該都是最美的 那接著又會有個空間可以丟到蠟燭下去 那所以我們通常都是會 這個高度 那就剛剛好 是剛剛所說 這個杯上面 S字 S的小肚子 這個位了 那接著呢 我們剛剛已經塗好一張花瓣 那其實第一張呢 我們呢 就是這樣貼下去了 那通常我自己的做法呢 我會在底部 把它縮起來 那如果你就這樣貼下去呢 有時候那塊花瓣會很扁 那如果你在腳那裏呢 不斷地推上少少 你會見到它的形狀呢 就更加像一個是花瓣形 就是這樣 那樣的 那樣的 這樣 那然後呢 我們呢 我們呢 如是仔其實都是這樣的方法呢 就也是貼18塊了 那怎樣貼呢 頂齊呢 就是個關鍵 那我們現在第一行呢 我們通常就是會 打對貼了兩塊先 去定了兩邊的位置 那我們這邊貼了 那我們就貼在對面了 那你剛才所說 整天把底部這裡呢 整天小小小縮起來 那你說哎呀 下面好像有小小重疊 有些稠稠的 沒有問題的 因為一會兒我們知道 第二行和第三行的時候呢 其實是會把它遮住了的 那你會看到了 如果這樣看 可能會看得清楚一點 那它們兩個呢 就是打對的了 就是這樣 那這樣我們第一行呢 是會需要貼六塊的嘛 那現在這裡完成了兩塊 那我們還有多少塊要貼呀 有沒有人答到呢 可以在留言裡打的 我純粹看看大家有沒有在 叫你們打字的 是啊 我們呢 就是還有四塊要貼的 那去到這個位置 等我又教一下大家啦 可能呢 大家會發現 哇 這麼好的 製作出來真是挺漂亮 我想做多幾頓給朋友 又剩下很少時間 那其實呢 我這招都是去到韓國 在他們的燃燈節那裡看到的 將兩塊花瓣重疊 這裡也有兩塊花瓣重疊 然後放在掌心這個位置 然後再點一些白膠漿 然後再點一些白膠漿 一次過呢 就可以掃到兩張了 那就變成了可能是那個 擦白膠漿的時間可以 少少少 你可以做多幾盞棉花燈了 還有呢 我們平時以前在這裡上課 都會見到一些朋友 哎 不知道為什麼 明明做花瓣那時候很漂亮 但是一去到塗白膠漿的時候呢 整個花瓣會扁了 那我們就發現一個情況就是呢 可能大家會喜歡放在桌面 然後才在那裡搓一些白膠漿下去 那其實這個動作呢 又是會把那個 沙反呢 弄扁了的 那如果我們在手上面做呢 尤其是其實我是 半凌空那樣 然後就這樣塗白膠漿 那你會見到其實它都不是碰到我手掌的 那變了呢 它不會是扁了 那好了 我們呢 剛才呢 就貼了兩塊 還有四塊是要去貼的 那我們呢 就會在 這兩塊中間 貼兩塊 那你可以遮到那個闊度 因為其實呢 這些蓮花花瓣在韓國 全部都是人手手工做 所以其實它每一片那個闊度 有時候都有些偏差 那所以呢 有時候你可能就要自己遮到那個位了 另外一塊 那貼在同一個高度 那就可以了 所以頭那兩塊你定了那個高度之後呢 其實你不用拿一把鑽子去慢慢量度那個第一行在哪裡了 你就跟著它的底去就可以了 那我又呼吸了一下 因為在做直播我就不呼吸三次了 如果你都想有這個新的習慣都可以跟下的 那一行善私話的 不用一定是鐘聲的 譬如可能你是做地鋪的 那你可能可以看到 每次有巴士到的時候 你就呼吸三口氣 又或者你是做經紀 經常要聽電話的 你可能是電話響氣那一刻 到你接趕位的時候 其實你都可以呼吸一兩次都可以 好像是準備了自己靜念 不要讓自己很混亂當中 就接個電話去做下一件事 把情緒一直帶下去這樣 那然後呢 你就看到我們呢 這邊就已經黏了三塊 連著一開始打對那一塊 我們總共黏了四塊了 那然後呢 我們就 這兩塊中間再黏兩塊 一塊 兩塊 那我們其實就完成了第一行的了 就是這樣了 那就為之第一行完成 大家有沒有問題呢 如果是剛剛才進來的朋友 我又暗沉些說多一次 那如果你現在才進來的 可以先看住 又或者可以等我們今天的Live 完了之後呢 去重溫的 那其實我們今天做這個 是為了佛誕 那是一個韓國的傳統來的 那他們每年佛誕 和新年前呢 都會在寺院那裡去做這個 年花燈的 那我們 因為今年的疫情 就沒辦法開班 所以我們就用這個方法 免費教學 那其實材料呢 好像剛才也有說到 如果平時 日後你可以回韓國的話 其實在曹溪市門頭都很多可以買的 那我們這些呢 就是平時自己 你如果去過韓國 你就會知道 其實真的跟 在韓國買的價錢差不多 就是因為它 在韓國買原條呢 有七十幾疊這些花販 還有他們那個架 譬如這些架呢 是五十個五十個這樣賣 因為他們那邊就比較少些 會是自己私人做 多數都是寺院的活動 那就變成可能都是批發為主 那所以其實我們 因為其實這個故事又要說回 一開始我們開看禮的時候呢 就沒有想著要教年花燈的 那時候我自己創業呢 就發覺 哎呀有時候其實 星期六日或者星期一至五晚上呢 都已經租了這個空間 但是晚上沒有用好 有曬 然後身邊又有很多朋友呢 其實個個都是滿手記藝 但是就沒有地方去教學 那所以我們就由那時候開始 就說好 我們就借給不同的人呢 只要是跟正念有關的 我們都歡迎他來這裡教班 那如是者就有一個 我現在出了家的朋友 就是教我們做這盞年花燈 那他那時候教呢 其實都是免費結完 只是買材料就可以了 或者是那個費用拿來助引經書就可以了 那所以其實我們就後來呢 因為他這樣教了我們 那跟著他自己又 以前還是一個會計師 那他就忙就教了我們 就繼續去教不同的人 我們其實都維持了很多年是二教 只是給材料費就可以了 那樣就發現 咦真是都是一個挺好的方面 有很多人不是佛教徒 但是見到是一個手工藝 見到朋友用了很多心機去做 那另外也都有很多朋友 或者寺院道場自己發 我們都很歡迎你去學員 你出去教班 我們都很歡迎 那甚至乎去到一些 不是佛教的地方 團體去教呢 那他們都很有興趣 還有可能我們會告訴他 為什麼我們會做這盞燈 其實呢 如果 現在我很多話說 但是如果你靜下來 好像我剛才一開始所說 做這個花的時候呢 是持咒念仲 或者只是觀呼吸 不是說 不是聊天的 是反思的 其實你會發覺 是跟禪修呢 那個狀態是很相似 所以其實我們看你這裡搞那麼多班 就不是說想你們什麼都懂些 其實反而是想大家呢 藉著在做一件很專注的事的時候 很專注的事的時候呢 去體驗到 原來我自己的腦裏 跟自己聊這麼多話的 原來我自己跟自己聊天的時候 多數的聲音究竟是批評自己 還是很自大地地讚自己呢 原來我裡面有這麼多聲音之餘 原來都有分正面負面 那我是正面的聲音多 那我一定是負面的聲音多 那其實這個已經是很好的禪修的開始 已經是一個國策的開始 是啦 那好啦 又是給你們趕上做 黏好六塊的時候 那好啦 接著我們第二行呢 是 那個底呀 誰的底呀 是 其實呢 我示範 現在我們黏到第二行 那個底也一樣的 那我們在黏的時候呢 那我們在黏的時候呢 今次我們第二行呢 第二行的花瓣呢 我還沒黏下去著 但是那個位置呢 大概就會是第一行 兩塊花瓣的中間 那我們黏下去的時候呢 其實是 啊 你看看呢 就是 遮到第一行的那些白色 那就可以了 又或者你喜歡它 留白的 你就可以呢 那個 白色呢 不用遮光 那我們通常呢 就是黏在 兩片花瓣的中間 這個叮叮剛剛好 在兩片花瓣的中間就可以了 而那個底怎麼黏呢 我剛才呢 都在第一塊的時候 有示範過的 如果現在看得不清楚 可以在片段結束之後呢 你再回到前面看 那我們黏下去的時候呢 就會是 先黏一個角落 我再黏一次 先黏一個角落 然後呢 這些呢 我會稍稍縮一點點的 然後呢 就先黏下去 然後輕輕用我的手指按起來 對啦 那就可以了 讓我再示範多一次 啊 原來我這邊看 後面看不到 comment 好的 好的 那我們現在呢 另外一塊呢 就是 再查多一次啦 是不是 哎 發文文啦 你過來吧 那兩個 有沒有效果 是啊 是啊 那我們這裏呢 就是呢 就是這樣塗白膠漿啦 給你明白了 那我再示範多一次啊 那呢 就是 可以重疊的 我們如果做六吋的時候 有時候就會建議不重疊 那因為呢 那個香味道 還有呢 那個蛋燈會慢慢都會 乾了 還有會有濕度呢 那些棉花的花粉會慢慢開 會慢慢開 會慢慢掉下去的 是啦 那呢 就看到啦 我們黏的時候呢 輕輕把兩邊的腳呢 是貼上少少 推上少少 然後用手指 輕輕按下去 那就可以了 那你會看到呢 第二層的 花粉 第二層的花粉 會剛剛 在第一層兩塊的花粉的中間 那就為之 對的啦 對啦 那我們如是者呢 另外那四塊呢 就是這樣做 欸 原來剛才是有人答我 還要貼四塊的 我現在才看到 好了 那我們呢 就繼續做了 那現在貼了兩塊之後呢 又是剩下那四塊呢 我們又是繼續用這個方法去做啦 還有麻煩 我想呢 要訂那個LED的燈 那一會兒可以點給大家看 麻煩了 還有一枝 明天會做那個枝莊研發 是啦 那如是者都是這樣做 那如果你不用做示範呢 不用像我這樣呢 是 調轉 之後面先的 那你可以呢 在自己的面前啦 跟著呢 貼花粉的時候 你可以輕輕這樣 將雙腳呢 這樣這樣 縮起來 然後呢 然後呢 就先 這樣就可以了 那有時候呢 那有時候呢 去到那個底 你會覺得呢 那個花粉呢 開始貼住你的手指 那呢 可以利用這個筆的尾呢 輕輕這樣 這樣 將它 這樣就不用用手指啦 那你就會發覺 它沒有那麼容易 貼住你的手指彈出來 如果大家 像剛才Jody那樣 如果有問題呢 可以繼續呢 在留言裡寫給我們聽 都可以的 就算是過了 不是現在Live呢 我們將來都會提醒 那我們 幫你 去跟進的了 會回答給你的 放在這裡 謝謝 又問一下大家 你們知不知道 其實我們傳統色 即是在漢禮呢 我們連花燈呢 總共有幾多隻顏色呢 如果知道的朋友 又可以在 留言裡打 讓我們 跟進一下 還有其實我們呢 去年的 韓國的 佛誕呢 我是有 入到一些 佛式 即他們佛誕的特別式的 那我一會兒 在最後呢 我都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有興趣 因為數量又不算太多 那可能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在 WhatsApp那裏呢 是 跟我們 再請 這樣 Jody答了七隻 其實不止的 其實呢 一開始是有 八隻色 那現在我們有了八隻 總共是有 九隻的 那我一會兒給你們看一看 我們最近 剛剛都自己做了 因為佛誕 所以我們自己都做了 很多新色 你猜 你猜七隻 喔 這些都猜錯了 那我用口說一次給你們聽 那其實呢 只是紅色呢 就已經有 粉紅色 桃紅色 深紅色 三隻紅的 那然後呢 就還會有 綠色就會有 青色 深綠色 那已經五隻了 那另外就有 橙色 黃色 紫色 那最後就是白色的 那這些都是 比較傳統的顏色 那就是總共有九隻色 那都是跟回 這個《阿彌陀經》裏面的經典的 好啦 那貼上這一張呢 那剛剛好是第二層完成了 那第二層完成了 就會是這樣的狀態啦 其實你已經看到呢 有一點點像樣的啦 已經成形的啦 對啦 真是不好意思 我想要我們後面呢 還有一堆那些 實色的那些字 我一會兒想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們明天呢 也都是同樣時間 就會調整支妝的 那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呢 都可以看完 因為要移動到那個鏡頭 那所以我就現在不動 讓我們一會兒做完的時候 我一次過給大家看吧 還有我當時去韓國還有一個避忌 他們就是用一個東西 就可以一次過掃掉白膠漿 有沒有人猜到是什麼呢? 如果有人猜到的話 我送一套煉花燈的材料給你 但我覺得真的很聰明 你可以寫在評論上 是一個掃來的 它就像我這樣 把兩疊就這樣 兩張花反結起來 然後一次過用那支東西 一掃就掃掉了 現在這個 我們第三層就這樣貼 又是貼在第二層 兩塊花反的中間 這次我們就可能要 放入裡面的底部更多 對 也是兩塊花反的中間 一邊貼的時候 一邊把他的腳縮起來 這樣就可以了 有疏 不是 請再猜 好 對了 又是這樣做好之後 你看到 第三層的花反 會在第二層的花反 兩塊的中間 好 接著 如是者 另外那幾塊是這樣貼 第三層的花反 在第二層 兩塊花反的中間 貼好 應該手上又剩下四塊 牙刷 也不是 也不是油油的掃 對啊 Steven怎麼辦 算了 看看 油刷的掃 都太大了 不是 等我做完的時候 我貼好葉子 的時候 我就會 告訴大家 已經很輕的了 大家進度如何呢 有沒有人是都現在一起做的 如果你都在做的話 我也歡迎你 稍後做完之後 在留言 把你的完成的作品 拍張照給我們看 很好 毛筆 毛筆都是一個 很好 還未掃 近綁一點 但是都不是 我一會兒做完之後 就公佈 等我貼完那四塊葉子的時候 我就公佈給大家聽 Steven 你以前都做過的 你做過六吋那個 還在米道 我們之前有很多朋友做過 做過蓮花燈之後 其實有很多的 其實現在我們今天做這個膠杯 我突然醒醒 我不是在韓國學回來的 是我們這裡有一個朋友 叫Gigi 有時候 我們現在都會分享她的照片 她真的 做蓮花燈又是做到出神日化 她找到這隻膠杯 她甚至乎會找些模型油 就把這個膠杯噴到金色 如果你有興趣也可以這樣做 所以我們這裡再次特別名謝Gigi 因為我們之前會用一些膠杯或者紙杯 她那個狀態做出來 其實我覺得有點像 在韓國那邊學一下 但是我覺得有點像 火龍果 因為她呢 因為她呢 那個杯高高地嘛 那你慢慢黏 其實她會變成長型 所以 都很感謝Gigi跟我們分享 那其實如果 日後我們這裡開花 你會看到 我們的頂 那個櫃頂 有很多蓮花燈 是很多都是很多不同的朋友 他們去學完蓮花燈之後做的 甚至乎是明天教那個 那個G莊蓮花燈呢 他們做到好像插花那樣都有的 是啦 那我們呢 最底那個 那六塊都黏了之後 就會完成了 還差點葉的 是啦 讓我看看大家怎麼回答 有眉掃啦 畫筆啦 牛油掃 其實都可以的 不過我覺得她那個創意是最好 我看看有沒有人回答到 做蛋糕那種的牛油掃 做蛋糕那種的牛油掃 她的闊度呢 那把掃呢 那把掃呢 那個闊度真的跟 這個 這個 蓮花燈的花粉呢 是一樣的 變成了你真是一沾 白膠漿 一掃就搞定 讓我快點黏完這四塊 我就可以公佈這個答案了 我亦都很期待大家呢 跟著這個視頻呢 做完之後 拍照給我們看 你可以放在 留言裡 在這裡 如果你發了出來 我們大家又 不如大家互相欣賞一下 如果覺得 哪位朋友做得最漂亮的 你們又做個讚給她 那如果 最多讚的那位朋友 我們又再送多一套給你做 然後送給朋友 我們其實真的很歡迎的 我們也有很多朋友 學做了之後 因為尤其是我現在 都未必可以到處去教學 我們很歡迎 你是學了之後 再去不同的機構 我們以前還會去 例如少年警訓 對 不同的團體 未必是一個人 宗教團體 還有學校啊 那些去義教的 那所以如果 你是有不同的機構 你想去做呢 我們 都是會 去幫你們 去提供那個材料 跟著你們去教學 我們是不會干預的 那葉呢 我特地先貼一塊 因為呢 只是做四塊的而已 那第一塊呢 你可以呢 是任意在 兩片花瓣的中間 先貼一塊先 那然後呢 其實我們呢 因為只有四塊 我們就會 好像十字形這樣貼的 那第二塊呢 我們就會貼在這裡了 那也是 那個底那裡呢 那個腳那邊呢 可以縮一點點 那 令到那個 葉的形呢 會是軟一點 跟著呢 最後 兩塊 有七手 不是 真的 突破勞動的 那個答案 真的突破勞動的 那個答案 真的突破勞動的 那個答案 那 那呢 有時候有些人呢 可能那些膠水 就真的 沒有那麼 實正 即是沒有我們這些 那麼濃 那變成它水分多呢 可能你做到這層呢 這兩 第三層 和那些葉呢 會猛按 好像想 躺下的 那一個方法是呢 你可能可以拿個 水瓶啦 這個太大了 那你可以拿個那些膠瓶呢 就是頂住它 放在下面 這樣去做 那等它乾的時候 亦都是這樣 向下 等它可以 可以 成形 真的好像這樣 所以 如果你那個 花反呢 那個口 開些東西 你就可以這樣用法了 好啦 那我們最後呢 就是 十字形 那所以呢 你就可以 黏在這裏 縮一點 然後 然後 轉過去 黏在這裏 黏在這裏 這樣就完成了 那其實 蓮花燈之處呢 其實它這個 只不過是一個 指引來的 即是它們 大家是這樣做 你說如果之後 我燃的葉很單薄 我想要六塊 可以嗎 可以 我覺得 我 一向做功課 是二十一次的 我想 二十七塊 可以嗎 你可以 是 是 每一行七塊 那你可能是 每一塊的時候 你都中過咒語 譬如可能你就是 每次一塊是八字名咒 這樣 那你就可以 做一盞燈的時候 就連了二十一次的咒語 這樣 那你亦都可以 在它的膠水未乾透的時候 Hello Gigi 我剛才有提起你 這個膠杯是你教的 Gigi現在 online 那跟著呢 所以呢 你如果想它乾透 如果你那些膠水 塗得太多太濕了 你都可以這樣 這樣調轉給它乾的 如果你那個 那個 那個口是開得夠大的話 那然後呢 我們呢 示範一下 好 很多朋友都有買到這個 加購品 那其實就 這個是一個 假的LED來的 我會一般建議大家 不要是用這個 真火 因為其實這個 蓮花的花瓣 它都比較薄 和很容易 如果你一碰到火 會整個 會馬上很快燒到 很容易燃的 那所以可以用這些 有時候去發會送的 燈 我們不如關一關燈 看看效果 對了 Ivy你好啊 是啊 很久沒見了 我都ok的 不過最近反而疫情 我自己就多回到公司了 可以關掉都應該ok的 好 那一加了下去 可能現在 還是日後 所以效果不算 是很明顯 那你會看到 尤其是晚上見到 我們 如果大家有 有去Youtube的話 我建議大家 都可以看下一個叫做 點燈奇緣文 是大寶法王的點燈奇緣文 有一年在印度的Gajimunam 都有一班很好的師兄 就帶了蓮花燈過去 多謝Steven 就帶了我們的蓮花燈過去 那他們在 這個點燈奇緣文的時候 他就是在那裡 就用了一盞燈 那首歌都很好聽 我也都覺得 點燈的時候 其實就是有那種的心情 就是一邊 就會覺得自己是個 燈芯啊 融了的那些燈蠟 那法王有說到 我們應該以什麼心態 去做這個世間的 心燈 這樣 就跟大家分享 那好啦 我們先開一開燈 這個就是點燈的效果 那多謝 多謝Jody 那我們就公開 究竟那一支是什麼掃 那究竟是一支什麼掃 可以將一個 蓮花的花瓣 是點一下 白膠樁一掃就已經掃到 那那個呢 多謝Pom 那那個呢 其實是一支染髮掃 沒錯 是一支染髮掃 那它呢就是 染髮掃它的粗度 真的剛好就跟這個 花瓣的腳這個位呢 是差不多 那你可能就要找一個 長小小的盤 裝白膠樁 染完之後呢 一掃 那就搞定了 那如果你是 會做很多蓮花燈 又會送給朋友的人呢 你就可以看有沒有人 用開那些染髮的東西 那就可以跟他拿一支 那明天呢 我們今天我們這個 杯裝的蓮花呢 就已經完成了 那其實我們就 這段片我們會 一直放在Facebook上面的 那如果你在 不是我們 Go Live這段期間看 而有問題呢 你可以照舊留言 那我們看到問題之後呢 會告訴你 會拍照給你聽 那如果你是 我都很想看一下 大家的作品 那所以如果你做完之後 都可以在這段片下面呢 就把你這個花燈呢 就拍上來 那大家如果是想 隨起讚嘆 各位師傅做的花燈 也可以給個Like 那如果我們見到 那個Like比較多的話呢 我們都會 在佛彈那天計算啦 那我們就送回 送多一套的材料 送給你們 那我們同樣 明天的時間呢 我們呢 就會是教 這一種的 枝莊的蓮花 那其實 花燈的做法是一樣的 那其實教 這個的原因 都是想 好像剛才所說 想讓大家看到呢 其實它的底座 沒有啊 是沒有限制的 不一定用鐵架 不一定用膠杯 其實如果你懂了 扭花飯 貼花飯的方法之後呢 其實創意是在你自己那裏 那所以我們就用 不同大大小小的器皿 做一次給大家看先 那以後呢 就是交給你們自己去發揮創意 那我們的櫃頂呢 就等著你們做不同形狀的花燈呢 去跟我們結完 或者是放在這裡 show 給大家看啦 那剛才也都答應過大家呢 就是給大家看一看 不同的顏色啦 那有些剛才拿了下來 塗紅色的那些 是拿了下來給大家看的 那讓我帶大家 好久沒來的 看你呢 這個是深紅色的 慢慢過去 粉紅色 那你看到粉紅色呢 就有些是粉紅色向上 白色向上的都有的 那就是這樣啦 唉 不好意思啊 這些鏡頭不是很色啦 然後就是橙色啦 然後就是我正念的鐘聲啦 然後呢 就是黃色 紫色 紫色很有趣的 它在鏡頭裡面通常都會變成藍色 然後就是綠色 紅青色 那最後呢 就是白色的 那你會見到這裡呢 為什麼還會有些盆栽呢 就是剛才所說 有朋友呢 他就是學了 枝莊蓮花之後呢 他呢 就自己砌了盆栽 出來啦 那所以呢 這個創意真是在大家那裡 那也都很歡迎呢 現在去不到韓國 其實你可能在Google呢 你打回剛才我們所說 這個 Lotus Lotus Lantern Festival 或者打延登節呢 你應該都會看到很多相關的資料 以及圖片 那就可以做個參考 它有紫色很漂亮的 我真的超喜歡紫色 對了 那如果做完之後 看完這段片 在明天枝莊蓮花 你有些問題關於蓮花燈的 想知道的 那都可以在留言那裡 告訴我們 那我們整理一下之後呢 我們明天開live的時候 又跟大家分享啦 那今天我們就去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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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